在《蜘蛛侠英雄无归》中 内德用玄界轻轻松松就画出了传送门 随后托比和马奎尔就被召唤过来 在见到初代和二代蜘蛛侠后 观众们除了欣喜之余 同样也对内德的魔法天赋非常好奇 毕竟当初博士可是经历九死一生 才在最后关头领悟传送魔法 而古仪对奇异博士的评价却是这样的 莫非内德这个小胖蹲的天赋远超奇异博士吗 要不然怎么刚拿到玄界就能轻松开启传送魔法 这个斗篷可是拥有自主意识的而且非常心高气傲 几百年来才选中了博士艺人 如今却出现了第二个新的人选 内德的魔法天赋由此可见一斑 在影片结尾处为了不伤害好友内德 小蜘蛛最终没有选择与他们相认 而是独自一人去面对残酷的未来 根据蜘蛛侠电影的定义 李德的好友必然会走向黑化 前两代蜘蛛侠的好友都黑化成为绿魔 而内德在漫画里正式对应了反派恶鬼 因此在蜘蛛侠寺中 内德极有可能化身恶鬼成为小蜘蛛的最强敌人 毕竟那样才会看点十足充满争议 那么你们期待黑化的内德吗